最近這些年來 國內的投資動輪事實上一直都很不夠 所以我們需要來強化國內的投資動輪 那這裡面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帶頭來建築 第一個就是武道建設 這完全是為了交通的便捷性分放 台灣整個凝聚成一個 就是一個單一的生活圈的概念 就是從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都可以非常便捷的到達 第二個就是因應氣候變遷所需要做的水移境的建設 包括供水、海水、清水相關的環境的建設 第三個就是為了人員的轉型 所需要做的利能相關的建設 來實現非核家營同時能夠堅固整個人員的穩定 第四項就是要營造一個數位時代 需要人員的數位建設 簡單來說就是要實現智慧國土 那麼最後一項就是為了要實現區域的均能發展 所做的層箱建設 五加二產業穿越方案裡面一直有提到 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我們有太陽光電 然後2025要20GW的建設 那在風電這邊有分兩部 一個是陸域102GW 然後在這個離岸風電那邊有3GW 那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沙輪的綠能科學省的建設 那基本上這個綠能的建設 我們在政府部門比較重要的是 相關法規的盤寸跟一些建設 事實上也有媒體也報導 事實上我們如果太陽光電加 在離岸風電加起來應該是有1.8兆的這個國內外的投資 這個是應該是確定的 那至於在這個政府這邊呢 除了這個政府的預算以外 還有國營事業 包括我們過去在這個綠電的一些電網 事實上台電現在也在盤設 相關的電網的設置 因為以前我們電網比較遷重在這個人口蟲蜜區 那未來的太陽光電 包括離岸風電呢 它的那個電力的設置應該是比較偏遠 所以這個電網的設置 也是這一次的這個建設的重頭戲 是一個特性的動作 可以給它們多多多久 自己是一個特性的運動